行,然后咱们继续说,咱们继续回到咱们的主题 咱们刚才是不是说了,可以去选择这样一组不同的一个C三数 这个C就是咱们之前说的那个蓝牌的嘛 就是说我们要选择一个惩罚力度 那你这个惩罚力度是0.01呢?还是0.1,还是1,还是10,还是100呢? 这些值都是未知的,等于值哪个好,现在问我 我肯定也是不知道的 那么怎么办呢?我们就需要咱们去一个个不断的尝试 这块这个result一会儿是要可逐化显示的,咱们先不说这个result 咱们先说这样一个循环啊,就是说在循环里边 每一次循环里边呢,我都可以去用一个不同的C值 比如说第一次我用0.01,第二次我用0.1,第三次我用1 咱们可以通过一个循环 在这里边不断的去看一下哪一个C值效果会比较好 循环里边又进行了一个循环的意思啊 就是说咱们刚上面那个循环是要找一个最好的C参数 下面这个循环的意思呢,就是说我需要去找,需要进行一个交叉验证 咱们刚才是不是说了一个交叉验证,哎呀,这块写这么多 比如说一二找三,一二训练,然后三三三那个验证 一三训练,然后二验证 所以说有这样一个循环啊,咱们每一次要把这个训练级和这样一个验证级啊都拿出来 每次的时候呢,我们只需要先建立这样一个模型 在建立模型的时候啊,我们对建立的是一个逻辑回归模型啊 逻辑回归咱们第二节课已经说过了 在逻辑回归模型里边呢,我们要传进来这样一个C参数 就是咱们一个惩罚项的一个力度 然后这个惩罚啊,你可以选这个R1惩罚,也可以选这样一个R2惩罚 咱们这里呢,是拿这个R1啊,就是那个W绝对值来进行一个演示的 接下来啊,就是SKLearn啊,一个比较比较,怎么说呢 一个比较传统的一个操作吧 就是说,首先用SKLearn建模的时候,咱们是先把这个模型给它实力化出来 实力化模型里边啊,咱们只需要传进来啊 你是用什么样的模型,咱们把这个逻辑回归写出来 然后呢,在这个Qual里边啊,就是说对应于咱们今天讲的这个啊 咱们要使用的这个模型,这个模型里边可能会存在一些参数 咱们想用什么参数,就把这些参数的值啊,给它传进来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模型有了之后啊,我们接下来就是要进行一个Fit操作吧 先把模型给它选好,模型要选好之后呢,我们要进行一个训练吧 在训练的时候啊,这个SKLearn就给咱们定义了这样一个函数 我们可以啊,直接这样点Fit一下 点Fit一下呢,就是用这个LR,咱们刚才实力化出来的这样一个模型对象 用这个模型啊,点Fit一下咱们的一个训练数据 就是说我们有一个X寸,还有一个Y寸吧 咱们有一个数据,还有一个Label,我们要把这两个值呢,都给它拿进来 然后呢,通过这样一个交叉验证啊 咱们去找出到现在拿出来的一个X和Y啊 就是去做咱们,就是说咱们用一个交叉验证里边的数据啊 去建立这样一个模型 建立完一个模型完之后啊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进行一个预测了 因为已经有了这样一个LR 咱们现在是先去Fit一下 然后呢,咱们再Project一下 Project的意思啊,就是说 咱们要进行一个预测了吧 咱们要再来拿这个交叉验证当中的一个验证集 再去进行一个像是测试的操作 也叫做一个验证的操作 我们去看一下当前咱们这个模型的参数 当前这个模型啊 在这一组模型参数的情况下 比如说C等于0.01的情况下 它的一个效果是等于多少的 最终效果呢,咱们是通过这个RecordScore吧 刚给大家讲过了这个Record它表达一层什么样的含义 我们可以通过这样一个RecordScore呢 把它的一个Record就是这样一个召回率给它计算出来 计算召回率之后呢,我们可以把它Apand进来 Apand就是说一会我要做一个展示 所以说先放到一个集合当中 那么下面啊,下面这些东西其实就是一些打印的值了 打印值我就不说了 打印值咱们直接下面来看结果吧 刚才不是写在这样一个函数里吗 所以说啊,在这个函数里边我执行了这样一个操作 执行这样一个操作之后啊 它就会帮我打印出来很多个这样的一个值 这些值呢,咱们来看啊 首先它有一个C parameter 也就是说呢,咱们刚才是不是说要选择不同的参数啊 接下来我就要看一下 哪些参数它的一个Record值可能较高 哪些参数它的Record值可能较低 我希望找出来它较高的那个模型的参数吧 咱们就一个一个来往下看吧 首先这个C parameter它是等于0201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我们来看它的Record值啊 这个有一个第一次迭代 二次迭代,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啊 这个意思就是说 咱们不是要做一个五倍的交叉验证吗 所以说咱们现在就有五次的验证的结果 每一次验证结果它都是一个Record值啊 咱们来看第一次Record值得多少 是等于0.958啊 就是95%5.8的一个Record值 Record值还是比较高的吧 第二次呢 第二次啊,得到一个91%的值 91%的值啊,相对来说就稍微的低一些吧 但是啊,咱们来看这样一个事儿 第一次交叉验证和第二次交叉验证 咱们得到了一个不同的结果值吧 这两个不同的结果值呢 是不是说咱们现在模型出现了一些差异啊 也就是说交叉验证还是有必要的 有些呢,可能使得你的一个最终模型的一个值偏高 有些呢,可能使得你最终模型的一个值是偏低的 偏高可能达到一个1.0 偏低可能达到一个0.91是吧 可能相差一个10个百分点 那这10个百分点相对来说就是已经比较大了 我们可以通过计算一个交叉验证的recall值 来去综合的评价一下 所谓综合啊,就是说我现在不是算了5次吗 我把5次一个结果算一个平均 那么平均等于0.96 这个0.96啊,就代表着你当前的这个模型啊 它的一个平均的recall大概是等于多少的 那么这个是这个cparameter等于0.01 那么接下来我就看了一下 当咱们不是写了一个循环吗 在这个循环当中啊,会把所有的一个参数都便利出来的 当这个c参数啊,它是等于0.1的时候呢 等于0.1的时候啊,又发生了一些变化 等于0.1咱们来看啊,它的一个recall值 哎,它是降低了还是升高了 咱们就不去这样一个一个去看了 咱们就直接看它的一个平均结果吧 平均结果等于0.88,是不是说咱们现在啊,的一个recall值降低了 也就是说呢,不同的这样一个参数啊,会使得最终模型的一个结果值啊,发生一个很大的变化吧 原来是一个0.96,现在是一个0.88,发生了这么大的一个变化啊 这里就是说,模型参数的选择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嗯,一个比较,比较核心一点吧 就是说咱们是通过这样一个交叉验证的方式 来去找一个什么样的参数,它是比较合适的 再看两个吧,这个c等1和c等10的时候 recall值是不是也发生了变化 大概是等于90%的 嗯,等100也90% 那么最后我打印了一下,就是说 对应于所有的参数来说,我想看一下 哪个参数使得它的一个平均recall值最高,哪个参数啊 第一个参数吧,等于0.01的时候 0.01的时候呢,会使得我的一个平均recall值达到96%啊 所以说我就把第一次的那个c的值拿出来当成咱们的一个默认值了啊 就是说,接下来咱们再建立模型 咱们就拿这个c等于0.01就可以了